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挣脱懷抱 GoPro Star Recording Thank you 好 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 今天看的不是这个 搞错了 等一下 这 还记得 它吗 二先生给咱们带来的礼物 我来看一下是什么 这不就是两件T恤吗 我看看这是什么T恤 这个居然是我很耐操 Vision Vision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情侣衫吗 我很持久 我应该穿这一件粉红衫 我很持久 这个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两盒 登登登登登登 就是这两盒东西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一盒 就是Vision Vision其实就是这配套的嘛 对不对 这个飞机 打一个飞机啊 Vision 哦 它上面写的 威金这个是什么鬼啊 女后期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麻烦把我的iPad Pro拿过来 我来查一下 好 我们今天就是卖T恤了 我很持久 Vision 这是二先生送给咱们说可以玩的东西 W E G E N G 个人遗传基因检测服务平台 解读基因的秘密 预见未来的自己 哇 看起来好神奇的样子 200多项检测结果 主缘分析运动基因 营养代谢 健康风险 遗传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 遗传特征药物反应 999啊 这个二先生 你好大慌哦 那这是2000块咯 好 我来看一下这是怎么搞 哎 还有张快递单什么鬼 用户使用说明 他说 用途用唾液采集人体DNA 人类DNA 工具包含有稳定液体 如果稳定液体接触到你的眼睛或皮肤 请用清水清洗 好 注意事项 采集拖曳样本前30分钟内不得漱口 饮食 吸烟或嚼口香糖 采集拖曳样本时用舌头青瓜上下饿或牙齿 以保证脱落细胞的数量 这是什么 哇 有个生化标志 生化危机 这里面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加拿大制造 采集前请阅读说明 到处都是红色的字体 就这样吐口水吗 待会让女后妻也测一下 看看她的主缘是什么 是不是人类 万一是个小鱼或者是其他什么呢 比方说那种很胖的鱼 对不对 第一 请用微信扫描图一中的二维码 将唾液土径漏斗 直至液体唾液而非气泡量达到图二所示的高度 第三 单手持试管 只要听起来想要的卡针 并且无论 并且无论 从试管装入生物安全带种贴紧封卡 寄回去 哦 我又在这里这个一放进去 可以很黑科技的显示 你的主源是什么 原来是要寄回去的 哦 难怪刚才有一个顺风快递 就像医院采料液的东西是吧 然后寄给你 你把它一啪头水吐进去 然后寄回去就完事儿 好吧 先来注册账户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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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精彩了 来 我们来注册一个账户 看管景的 这一段快劲 快 换点 哦 注册成功了吗 有一封邮件过来 点击邮件去 请输入采集管上14位的套件 将采集完成样本 邮寄回Vision 倒附集合 样本寄回后 Vision 我们将尽快为你的样本进行检测 4到6周啊 好 谢谢你们收看这次的BVT 4到6周之后再见 来来来 开始吐口水 口水这个事情我最喜欢的 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嘛 对不对 确定就这么吐吗 将唾液吐进漏斗 牛先 吐口水 这往里面吐啊 对啊 这是我的 你的在这里 我看看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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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冷哦 这个天 来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你是不是猩猩面的女儿啊 你才是猩猩面 你不是 问它是傻叉的是不是 问它是猪呢 牛气的前世可能是个猪 你才是个猪哦 我是个牛 呦 不得了哦 你才是个牛哦 难怪这么五大三粗 牛明明是聪明好不好 嗯 嗯 那只有一点点 泡沫不涮就要涮口水 小时候这样吐不过瘾 要那样 啪啪啪啪 那样吐把它过瘾 没到 哎 我都想吐了 这把好大 然后泡泡多 哇 烟韵的 哎呀 还没到这么多泡吗 哎呀 龙潭都进去了 摄影师在对面 你受不了了 你怎么这么恶心啊 好 我已经到了 我脱了哟 啪啪一声响了 我脱了出来 保持四管直立 从四管上领下漏斗 使用四管盖盖紧四管 啊 领下来不是全是泡泡 糟了 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搞得像科学家一样 糟了 我这个好像也流进去了 你傻呀 你盖它干什么呀 它就跟它充分的融合 赶紧吐啊 先吐啊 人家叫你 你先他妈就盖了 他妈已经流了这么多进去了 你浪费了一千块呀 我脱不下去 混合了 看 好恶心啊 平君 哎 这个 哦 我知道衣服的用处 怎么理下来 我看 哎呀 头发都进去了 哪边是松啊 糟了 它好像采集到我的口红了 我理不下来怎么办 给我点纸啊 看 哎呀 好恶心啊 这个人 眼睛消灭能舒晃消路 你的口级怎么这么多 里面还有食物残杂 还有口红 那我把这个领不下来怎么办 好 领下来了 哎呀 好恶心啊 这一盖不是就溢出来了 我们这个还是BBT吗 哇 你们看这个像什么 来喝了它 摇晃加盖的宿管5秒钟 1秒 2秒 3秒 我盖住了哦 吐了这么多了 你看我满满一管 你看女后妻这么点点 干什么哦 不要把你那个手放到我这里 好了 我的标本彩就完成了 你要把你的标上 来女后妻请你喝了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它领开 然后一迎而进 请你喝 请你喝我的 滚 它就是这样 它这个布是这么用的 就是把这个包住 免得看着会吐 我怎么感觉有个医药的味道 哦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 看我的唾液 你的唾液 是你的唾液 是我的唾液 是我的唾液 好了 接下来是寄回去的事情了 健康风险 万一我有什么疾病怎么办 死啊 万一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死啊 我会得胃癌 死 来 我们把它放到女后妻的包包里面 哎呀 走开 好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做完了 Thank you 谢谢二先生 妈 这是你看到我的最后一眼 对不起 我擦出来得癌症 我们要等几天啊 疯子 四到六周 疯子呢 逼上它就不会得癌症了 哦 你错了 你不是这件 你是这件 好 接下来各位亲爱的TESTV网友 我们要干点什么呢 我们要 好了 刚才这个东西呢 那就搞完了 如果你们想检测基因 请找二先生 谢谢二先生 好 接下来我们说点正经的事情 就是说咱们的花花草草检测仪 我们这边办公室呢 有两个花花草草检测仪 这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Parrot 一个是小米 检测仪很简单 它的基本功能呢就是 查到图里面 在APP上面 通过蓝牙和它连接 然后APP上面选择你种的东西 比方说 你是种的女后妻 你就在上面选女后妻 你是种的男后妻 你在上面选男后妻 它就会有对应的参考值 这个检测仪插在这个图里面 检测这土壤的一些水分啊 检测光照啊 然后还有这个肥力啊这些 然后由你的手机传给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在上面就判断了 啊 这个女后妻差一点水 啊 这个女后妻差一点肥 你就要相对应地去施肥和加水 因为在这个手机上面 它就会提示你 我们为了对比一下呢 就把两个花花草草检测仪呢 插在了同一个花盆里面 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个发财数的状况是什么呀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米家的 爱啪啪看到没 然后呢在上面会出现一个 花花草草检测仪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24%的湿度 对于滴水观音来讲是合适的 可能有些它就不合适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Parrot Parrot这个那个逼格看起来要高一点点 因为Parrot最近呢 它还出了一个花盆和自动浇水的 所以我们说Parrot这个公司呢 它反正创意十足啊 上面出现那个阳光的符号 其实它就说它的光照不足应该是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阳光是橙色的 其他都绿色的 绿色代表是OK的 你看它说了光照不足 这就是实时的一个数据 那么刚才其实小米呢 并没有说光照不足啊 739 730大爷 739 739平常乐克斯 你在打毛线吗 你看739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 小米这个是多少 当前参数1221乐克斯 但它们两个实时的数值 那还是比较接近的 怎么跑了9900去了 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曲线 就是它持续观测的一个光照的情况 我们看到湿度是多少 湿度是26% 刚才小米的是24% 其实数值是差不多的 其实呢这个花花草草检测仪呢 就是给你一个安慰 或许说呢是给你剁手呢 又多了一个借口 来 蓝口机把咱们的这个发财数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边 胃好重啊 你可以含到 其实经过我们的精心培育 太金尖了 蛤 这不是说充足的吗 不要再一个细节 不要再一个细节 这是新陈代谢 其实经过我们的精心培育呢 你看呢 茁壮的在成长 花花草草检测仪呢 就是放到这个位置上的 这个就是Parrot 而被叶子挡住的 这个就是小米的 小米的用的柳扣电池 而Parrot这个呢 用的是一节气候电池 都是能够工作大概有 工作5小时充电8分钟 一年左右吧 感觉就是花工用的那个船子 花工用的船子 你看其实两个样子都差不多 就这样 然后你把它插到图里面 它就会持续地监测 然后你每天就会看一看 但是你每天要自己去看 自动同步好像始终是 有这么一点点问题的 小米说水分过低了 11%了只有 那我看Parrot呢 Parrot依然是26% 我们看光照1066 小米觉得光照要低一些 而Parrot这个呢是2209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用手把它挡住 你可以看到2209 哇 你看它一下就降下来了 下车是0 来 我让它升起来 升起来 有没有升起来 2115 那小米的呢 来你回去挡一下 挡住 你下去了 58 放开呢 1099 看 但是刚才我把Parrot那一挡 就全部直接变成0了 来 浇水 好 拿个平片来 有没有变化 糟了 好了 96%了 图像湿度 看看那边Parrot的怎么样 51% 58%了 这还是养死了呀 水分怎么样 小米它写的是过高 消瘦了 枪没露出来了 好 总结一下 哇哇槽槽检测仪这个明星呢 其实就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给你一些参考值 其实真正实际的用处并不太大 会养花的人还是会养花 不会养花的人 依然会像我们这样 搞死一大片 好 感谢你收看这次的BBT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搞点纸啊 这个下来了 下来了 怎么还在录啊 你看这个事情搞死人了 这有湿度曲线还是什么曲线 拾到四斤年 iPhone 7 Plus不是更新了那个人像拍照吗 然后呢 今天就要来试一下 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这样 相机里面就多了一个人像的功能 那么这个人像的功能呢 上面就提示了啊 有个景深效果 然后将拍摄对象放在2.5米之内 大概我跟你后期这个距离差不多吧 这是1米都没有大姐 那我跟大家拍一张啊 怎么造点那么多 然后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这是拍了之后背景有虚化的照片 然后拍了两张 另外一张是没有处理背景虚化的 然后就会达到一个效果就是 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 好像很厉害 就是因为它给了你一张没有虚化的 然后再给了你一张虚化的 然后你就会做对比了 你自己心里面就会做对比 有难道是个星机宝 对 苹果这一点很聪明的 很星机的了 这样子一下子你就觉得好厉害 是不是 我觉得有一点很扯淡的就是 苹果故意把背景虚化的功能起个名字 叫做人像拍照 现在我们就去拍一个不是人像的东西 这不是很明显的 没有关系 我记得好像编导也在办公室里照过一张 然后你就会发现照片的周围 不规则物体的时候 它的虚化就处理得很不理想 就像网上有人说的 像奶油一样散开 那种感觉就很清楚 很明显的就知道这是后期转置的 而不是直接就拍出来的是那种紧身的感觉 还有一点刚才我拍了两张 因为照度太低了的情况下 它的噪点会比平时的那种普通相机还要严重 而且严重很多倍 简直不能看 怎么说呢 我感觉很多软件都可以这样 对很多软件可以这样 但你要把人给抠出来还是有点麻烦 它相当于自动给你处理了 你胶皮面的那个东西是清晰的 胶皮面外的东西 它给你做了一个高丝模糊那样的感觉 跟我们想的差不多 再照一张 没错噪点特别大 所以这个功能啊 慎用 OK 升级版的火锅底料 升级版的火锅底料 一经推出 很受欢迎 分量加重 价格不贵 关键是我还把味道调好了的 你们只需要加水 其他的交给我 宝宝 喂点赶快下单咯 双十一来了 我们TESTV也要搞一搞 外面的那些都是套路 我们要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回馈支持我们的粉丝 为什么要等到十一号啊 不用等到十一号 不用熬夜 不用抢单 下周二 八号 早上起来 点开淘宝 进入TESTV 寻宝 店铺 随便挑选三个宝贝下单 价格最低的一个 直接免单 你们随便挑 随便选 但是寄到起是八号 八号哦 嘿嘿嘿 TESTV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